現在已經到中 對 所以我們同業是從北到南邊 原本有一團11月3號說要排南這邊 我跟莫慎講說11月3號來看 那個人就這樣要不要散 來啦 司機的位置看得最漂亮 有人要代替他嗎 不好意思 可以拉緊這個 那你要先坐一下好不好 你可以坐中間那個 因為我們會停這邊給大家下來拍照 可是這個城山大橋這邊是峽谷地形 風也比較大 大家剛才的裝備先不要卸掉 不要看到沒有雪其實風大就很棒 大家記得這裡是哪裡嗎 剛才那裡了 八獎 八獎 要考試的喔 不要回去之後相片拿出來看 這哪裡拍的 不用擔心 iPhone會自動記錄 對啊可是日本哪裡都忘記了 iPhone會自動記錄 現在這個軟體方便 結果大家的機器就退了 哈哈 啟 這樣是誰 在座位怎麼樣 在座位怎麼樣 你講的時候 他這把電話 每年很好笑,我們就跟司機講說,他們好幸福可以看到這樣的美景 他們真的也很幸福,可是每天秋天他們就很不準 司機跟我說,因為馬上冬天要到了 他說你們台灣人喜歡來這邊賞雪,我們恨雪恨的要死 因為每天要殘雪,很冷,因為他們已經殘雪,要不然吸雪的話 連門都沒有辦法開,都沒辦法出去 這個地方,你看這裡比較高一點點,這個每年就有點像栗山的雪牆一樣 圍起來,開個雪牆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地方雖然大家不太清楚,可是我們公司也有安排來這邊看雪牆 很漂亮 好,來,我們待會會在這邊提,正好太陽陽光又出來了 覺得這個大橋有沒有 來,往上看的椰子雖然卸了,你往右邊下面看有沒有 太陽照下去是不是亮亮很漂亮 我們再怎麼樣就聽到你們挖一聲,我們就很高興 所以你們要挖挖挖不停 那我們下次要停下面停這場